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今天要講一個歷史問題 最近大陸有一個影星叫張哲學 這個人 其實坦白說我不認識他 但是大陸據說頗紅 他最近去過日本參觀過靖國神社的照片 被人找到 然後被指責為精日、崇日美化日本的暴行 結果幾天之內損失數億元的工作和代言合約 不僅如此 還被人找到原來他一直住在上海日本人區生活 而他媽媽開一間公司還叫阿泰榮 令人聯想大東亞共榮圈 所以這個人現在成為了人民公敵 大家知道在亞洲 靖國神社是一個符號 代表戰爭雙行的符號 韓國、中國、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泰國等等 都深受到日本的戰爭侵略 這個暴行惡名超章 在新加坡有所謂的逃華僑事件 在很多地方也有逃城的事件 包括南京大屠殺等等 所以這是對整個亞洲人民來說 是一個傷痛的符號 但是我們今天要詳細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靖國神社會成為一種傷痕符號 這種符號對日本人又有什麼意義? 因為不僅是參拜不可以 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 我們有很多反對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現在不是參拜也不行 是參觀也不行 為什麼說參觀也不行? 這個可以值得解釋一下 由於最近有張哲項事件 有一個新華社旗下的官媒叫做半日譚 微博公眾號 有一個作家 這個作家 他發言 他說 真奇怪 靖國神社不僅是參拜不可以 所以靖國神社連參觀也不能去 莫名其妙 這個作家是九州諸顏記的作者 然後官媒就說回答他 是不是不能去? 他說永遠不能 去也不行 我們參拜不行 可以理解 參觀一個地方 去了解一個地方也不行 為什麼符號會傷痛到如此? 今天可以詳細一點 跟大家說 其實參觀和參拜很明顯有程度的分別 比如說我們參拜希特拉和參觀希特拉的博物館 參觀希特拉的一些歷史為止 是兩個意義 不代表我們參觀希特拉的歷史為止 代表認同希特拉 參觀拿破崙的一些歷史為止 不代表支持拿破崙 但是現在他說參拜也不行 參觀也不行 我們今天要詳細解釋一下 日本人是如何理解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的歷史淵源是如何的? 首先 關於參拜靖國神社最出名的人物一定是小傳順一郎 小傳順一郎不僅像以往的日本首相 日本內閣官員去參拜 他還多次發表過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 他說有部分原因是一些日本人認為 他們有自己國家的制製方式 小傳順一郎解釋 他說 日本文化認為死者為大 死者跟中國人理解的死者不同 中國人理解的死者就是壞人死了之後就會下地獄 也是壞的 好人死了之後就會上天堂 但是日本人認為 只要人一死了 前生做的事情都會一筆勾銷 無論他前生是好人還是壞人 死了之後就會一筆勾銷 因為已經付出了他的代價 所以就算甲級戰犯被處死 而在現世被刑責 在日本文化他說死者皆能成佛 這是小傳順一郎的解釋 所以他說參拜靖國神社就是日本文化 是制製文化 這是日本的內政 不到外國人用你們的文化標準去說三道四 我們就要解釋一下 靖國神社到底歷史淵源是什麼 它的符號代表什麼 靖國神社的前身叫東京招雲者 大家知道在1870年代以前 日本發生了賭幕運動 德川幕府倒台 大政奉還 而明治天皇 被奉為萬世一世的天皇 所以天皇有最高的地位 在人間中有最高的地位 在明治維新之際 在兵部大富大川億次郎的建議下 當時建了一座叫東京招雲社 就是紀念在勤王運動 賭幕運動中 最後是為國家捐軀而犧牲的亡靈 所以 現在的靖國神社 大川億次郎的銅像 樹立在這裡 因為是他的建議下建立出來的 所以簡單來說 靖國神社是為了保護天皇而犧牲的人 有一個安葬的地方 祭祀的地方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他們也用了中國經典 左轉 裡面他說 吾以靖國也 左幽明的左轉 靖國保衛國家而施 所以靖國神社是保衛國家 它是屬於別格官閉社的層級 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國家級的祭祀宗廟 簡單來說 以古代的說法 是社稷宗廟 好了 它是為天皇而捐軀 所以它是隸屬海軍和陸軍省的管轄 而在戰爭裡面 有一些跟天皇無關 但是很有名的民族英雄 包括西鄉隆盛 沒有在裡面 因為西鄉隆盛屬於薩摩凡的支持者 不是屬於天皇的支持者 所以是不放在裡面 雖然西鄉隆盛在整個賭幕運動裡面 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在日本現代化裡面 維新思想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性人物 但是他不在裡面 拜祭靖國神社主要是日本的軍人 但是不僅僅是軍人 還有一些受僱於國家的文官 也有一些人民 護士 他們都會葬在靖國神社裡面 所以之前說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 李登輝的哥哥 就是葬在靖國神社裡面 供奉 所謂葬就是供奉他的神主牌 所以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 參拜他的哥哥 這是他的解釋 好了 靖國神社在宣傳的理念是什麼呢? 他的符號是什麼呢? 是最高的光榮 藍而終極的夢想 如果能夠葬在靖國神社 是愛國主義情操之下 最高級別的一種象徵 所有的日本人 凡是港府戰場 或者被送上戰場者 若是將聖命奉獻給軍國的話 戰爭就並非只是死亡而移 因為天皇是萬世一系 是上天所賦予 在神道教的意義中 日本的天皇 是上天派遣下來管治日本大地的一個代表人物 所以為了天皇而犧牲 其實是為了上天而犧牲 在靖國神社裡面 以及有關的刊物裡面 也有 他說 我們的祖先家如此 而且後來的人也必如此 因此閃耀日本永遠的光輝 在靖國神社裡 而國民對國家的熱誠 意志便會凝聚不滅光芒 而奉獻給祖國 純潔誠心也 成為照耀世界的光輝 從這些文字 靖國神社裡面的文字看到了 它很明顯是賣弄一種 極不理性的民族主義情感 人生於世上最重要為什麼? 就是為了自己 自己的家人 但是一些獨裁者 往往灌輸一些意識給他們說 藍而天跡是保國家的 不是保家園 保家園可以理解 但是保國家 還要為國家而犧牲 下定決心 排除萬難 爭取勝利 這是一種終極的洗澡行為 而最後在明治以後 培育到日本人 成為了極端民族主義者 最後發動戰爭 其實就是這條 長期灌輸民族主義下的不歸路 而靖國神社的亡靈 稱之為中靈或者中魂 在日文經常看到中魂這個字 但是後來依照藤田東湖 他解釋 他說跟文天祥的靜氣歌中 英靈未泯滅 長傳天地間 的詩句 就改為英靈 所以在靖國神社中的人物 包括甲級戰犯 東條英基 也是被稱為英靈 為國家的眷區 就是很明顯日本和德國不同 德國現在我們去看納粹集中營 它是一種對歷史教訓的傷痛教育 是一種傷痕教育 教人要謹記前人的教訓 不要再走上納粹主義 法西斯主義 軍國主義之路 但是今天日本 靖國神社仍然將他們視之為英靈 是為天皇而犧牲 為上天的意志而犧牲 所以天皇代表了 神道教育最高的意志 所以 侵略的行為 都是天皇 以及上天所委派的任務 所以為什麼參拜靖國神社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行為 不僅像小傳崇一 崇一郎所說的一種祭祀行為 更重要的就是一種 對戰爭的合理化 的表現 所以裡面也說過一段文字 孩子、丈夫能夠偉大地為國奉獻 是令人高興的事 尤其是盡心培育的小孩 為國家不幸死亡 是令人傷悲而抱著不同心境 不過高興也好 傷悲也好 也只是自己的心境 本來以為自己的財產其實不是自己的財產 而且不僅是自己的財產 連身體、生命都是天皇存放在各位身上 已被不時之需 所以一定要妥為照顧 對遺族門而言 要盡心養育自己的小孩 和服侍丈夫的高尚 但醜陋的身軀奉獻上 而這一個孩子與丈夫 目前成為靖國之神 而被祭祀著 且永遠地 上有陛下之親自敗祭 下有國民視之為 護國之中令 的養王 看看日本的文化如何美化到這種民族主義 如何美化到 人民應該要為國家 為天皇而效忠 這種爹親娘親都不及天皇親 天大地大都不及神道大 是不是很熟悉? 其實很多獨裁國家 很多野心勃勃的民族主義國家 都在埋龍這些民族主義情操 利用民族主義去洗腦 去控制人物 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這些不斷的發生 不斷的戰爭發生 其實是非常可悲的 但是坦白說 不同國家都在做這些事情 譬如說在台灣 中正紀念堂 都在擺放蔣介石 被人供奉著 當然歷史的評價很有壞 但是無可否認他也是一個獨裁者 他跟日本 當然東條英機有差天共地的分別 但是也可以發現不同國家都在美化自己的政權 在北京 毛澤東的遺體 仍然高高放在這裡 被人供奉著 被人佔養著 一樣道理 同樣道理 在清朝 乾隆皇帝被視之為所謂十全武功 偉大的君主 他跟日本的分別在哪裡? 日本是戰敗 而清朝戰勝了 奪得今天的新疆 西藏 蒙古大片大片的土地 所以這就是民族主義給我們的教訓 不論程度的分別 不論規模的分別 只要那些人在煽動民族主義 在宣染民族主義 其實就是 在控制你們的思想 因為人之可貴在於什麼? 是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人生而活著 就應該追求自我 發展自我 而不是為了什麼去犧牲 為了什麼去效忠服務 所以這就是 獨立的人格很貴的地方 所以靖國神社的參拜 我們看到這些歷史文化 但是 話說回來 參觀政國神社和參拜政國神社當然程度有極大分別 現在說連參觀都不能去 我參觀可以去看看日本人到底用什麼心態去看政國神社 我參觀可以從參觀的角度作為一個歷史技術 我參觀可以作為一個文化的考察 但是參觀也不行 就是另一種埋龍 在煽動著民族主義情緒 去治國的一種受補奪 其實兩者並沒有什麼大分別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了解靖國神社的歷史和本質 以戰爭為教訓 以民族主義為界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裡面 現在有陳學年博士的史記課堂 有我英國看樓、逛街、超市 甚至乎博物館的片段 接下來會陸續上載 也有哲學短講 現在有年費 年費有Discard 希望大家多支持收費平台Patreon 我今天的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 也會放上Patreon OK 到這裡 拜拜